在7月1日,有大批暴徒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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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加有暴徒,攻擊和極端的行為,暴力的行為 我們對於極端、激進、暴力的分子和暴徒的空殼和恐怖的行徑是寓意最強烈的練習 要齊心去譴責極端的暴力分子和暴徒這些瘋狂的行徑,迅速撤探,追究民事責任,嚴肅懲處 很遺憾,今天還有很多政黨、很多人士,包括我們今天在籍的五位民主黨議員 仍然是不斷地找理由去合理化、去美化這些暴力行為 我們是表示極度的遺憾